我們在臺北醫院就在急診外面搭了一個 棚架 那我做幾點聲明 第一點 它是在院區裡面 不是像這個所謂報載 它寫說是在這個路邊 在哪裡 那是我們急診室 在我們的院區裡面 剛剛講的這個影片 那我想這些 他的一些誤導的一些狀況 我想我們必須做一個澄清 我們在臺北醫院就在急診外面搭了一個棚架 那我做幾點聲明 第一點 它是在院區裡面 不是像這個所謂報載 它寫說是在這個路邊 在哪裡 那是我們急診室 在我們的院區裡面 第二點 它不是在那裡進行相關的治療 而是在等待這個檢驗的結果 第三點 我們是希望提供我們的病人 在等待的時候 第一 可以遮風避雨 第二 我想我們有一些病人在 他不是可以站在那裡或坐在那裡等 當然他也必須要躺握 他人不舒服 所以我們提供一個好的環境 也有這個醫護會去看他 等結果的中間 我們也盡量去照顧他們 第四點就是 我們 部立臺北醫院 目前 他的醫療能量是充足的 並不是說因為醫療能量不充足 而把他弄到戶外去做相關治療 那這些是我們要做澄清的